农历春节期间包含台北市立联合医院7个院区 总共有22家医院急诊部分24小时开设 另有两家地区医院提供部分时段服务 门诊部分多数医院在除夕到大年初四停止服务 台北市的话呢 所有的急救责任医院24小时都会提供持续的门急诊 所以呢总共有22家 包括联合医院的7家的院区 都有提供24小时的急诊 那在门诊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概是从2月9号到2月13号的话呢 几乎都是不看门诊的 虽然说有少数的医院 但是呢真的是很少 那这边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呼吁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有些像是慢性病毒处方签 这个的话我们也看到健保署的讯息 就是现在就开始就可以提早去拿药了 所以趁着这个年前的话呢 需要看回诊的话就赶快回去 那春节期间的话 几乎都是不看诊 那只有到2月13号以后 渐渐开始有一些部分门诊开始 那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讲到一下 就是我们台北市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叫做 紧急急灾难应变指挥中心 那简称是EMOC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在春节期间的话呢 就是持续就有人24小时在那边上班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做一些医疗资源的收局 如果呢 有一些急症的需要一些紧急医疗资源的 就是协调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都可以做一些协助 这算是我们卫生局是最大的特色 卫生局表示台北市40家医院 及79家诊所 小年夜到大年初五 分时段开设755诊次的防疫门诊 且都有提供公费流感 及COVID-19抗病毒药剂服务 另外38间社区药局 也有提供COVID-19口服抗病毒药物 及一般处方间领药服务 这个防疫门诊都有提供流感 抗病毒药物 以及COVID-19的抗病毒药物的服务 另外38家的社区药局呢 同时也有COVID-19的抗病毒药物 以及提供一般处方签 或是连续处方间的领药服务 那么台北市也为特别提醒 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目前还是呼吸道流行期 如果有发烧 咳嗽 呼吸道的症状 或是有肌肉酸痛等 要建议还是要就医 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有慢性病的患者 婴幼儿以及孕妇等 那目前还是有公费的COVID-19的抗病毒药物的 这个免费提供 那另外呢 XBB疫苗目前累计到这个2月4号 台北市已经有17万人次的接种 那目前在春节期间 各医疗院所还是有分替次有提供预约接种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提醒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那么另外呢 流感目前还是每周都有重症的病例发生 那台北市流感疫苗即将接种完毕 目前大约还有8000剂左右 所以提醒只要是50岁以上的民众 或是这个19岁以上有任何一种慢性病 或是18岁以下没有在校园或是社区接种的民众 都可以紧速来利用 恰台北市各医疗院所 卫生局呼吁农历春节将近 人群聚集及移动频繁增加 民众因落实手部卫生 咳嗽礼节等个人防护措施 高风险族群在人潮密集区 仍建议佩戴口罩 记者李启会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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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